痛风性关节炎过去被称为富贵病 而随着时代进步 现代人饮食不忌口 发生痛风年龄也有降低趋势 甚至有部分国中生会出现症状 事实上除了饮食之外 熬夜过劳 少喝水也是凶手 一旦发作起来 真的是会让人痛不欲生 手和脚关节会让人痛到无法正常生活 最近痛风还好吗 还有发作吗 最近只有治疗控制都还好 长期饱受痛风之苦 今年38岁杨先生 罹患痛风至今已经20年了 每天吃药控制 最让他担心的是痛风一发作 左右手关节和脚趾脚踝 真的会让他痛到生活受到影响 一睡觉起来 他就是你的脚就痛到不行 脚会痛到不行 那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走了 这个个案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 就开始反复痛风发作 当然就是还有一点家族史的一个情形 不过自己饮食可能也没有很注意 不过现在因为尿酸 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 随着饮食比较稀化 肉类 蛋白质吃得比较多 我们确实发现最近有 这个痛风年轻化的趋势 事实上从这个韩国的资料来看 2002年跟2015年 这13年间年轻人得痛风的机会居然上升了4倍 那而且呢是跟这个代谢症候群有关 痛风病有以关节疼痛为主要症状 而高尿酸是主要关键 从中医角度来看 重视整体身体平衡 而中医治疗痛风主要从皮 肝与肾三个脏腑的平衡着手 另外中药有改善局部循环功效 对缓解症状和调整器官功能有帮助 中医认为 痛风的急性发作属于本虚标识 并以湿热运结 痰瘀壁阻筋脉的证实 表现较为常见 什么是本虚呢 本虚指的是病人本身有 肝肾亏虚 皮湿健韵或气血不足的身体特质 造就了患者血中有高尿酸的表现 除了精英之外啊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年轻人的痛风 所以目前推测是以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 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最主要是跟代谢症候群的年轻化 生活习惯 还有饮食是息息相关的 痛风性关节炎可分为急性痛风发作 与慢性高尿酸血症两种 两者不同 治疗方式也有区隔 被大家认为说会增加痛风机会 像是豆类啊 这些因为其实豆类也是非常重要的 优质植物蛋白来源 我们反而比较不会 那么严格的去严格控制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营养素的来源 所以不管怎么样 均衡的饮食 还要避开这些 可能有其他蛋白质摄取的方式 我们尽量的均衡摄取各方蛋白 而且重点是充分饮水 降低不必要的含糖饮料 跟一些所谓的组合肉 或是一些再造的一些食品 尤其是西式的大量食用红肉 还有大量的喝很多汉汤的饮料 都有影响 那其实最近在英国有发现 就是如果40岁以下就有痛风的话 在未来很容易得到心血管的疾病 医师提醒 平常饮食不控制 导致肥胖 甚至是爱喝酒 又有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等疾病患者 更容易淋患痛风 因此高危险群的人 必须饮食控制 也要定期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 黄金时间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